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是第七组 然后我们的组有 林立、业韵仪、黄军组和杨孝豪 我想讲 然后我们这次的主题就是 我们想要知道 诶 别按那么快 激烈运动前 激烈运动后30分钟内 测量30秒下浮力挺身次数的差异性 然后我们这次针对的 就是population是校对女男球员测量 然后我们想要知道的是 就是观察激烈运动对肌肉耐力的影响 然后我们还想知道就是平常就有在 持续训练体能的校女男结果 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然后我们取样的population是中三 中三高师大校对女男 女性球员 对 然后sample size就是32个人 然后取样的方法是 就是利用网路上的乱速产生器 将中三高师大两校球医背号输入 然后随机产生32组号码 然后这是我们的数据 然后我们取样的时间点是激烈运动前 然后激烈运动的定义就是 心跳达到130下 然后是经过一场球赛之后 对 然后激烈运动后30分钟内 我们测量第二次 就是30秒内浮力提升的次数 然后这是我们的结果 然后这是我们的数据计算 然后我们是设就是 H0是μB和μA 然后HA是不相等 然后我们假设30秒内浮力提升次数 是normal distribution 然后32位女性是经由 Grandon sample选出来的 对 然后就是经由我们的计算 就是degree of freedom在31的时候 然后我们的结论就是 就是查表T是2.0 这是正负 对 下一个 然后这是我们的图 然后我们经由我们计算的结果 我们T是等于1.39 然后T是落在就是 degree of freedom在31的 T distribution的acept region中 所以我们只是接受H0拒绝H1 然后我们的结论就是 肌肉运动对肌肉强度并没有影响 针对校女男的球员们 然后我们了解可能会放type 2 arrow 然后我们结果讨论就是 肌肉运动对肌肉耐力的影响 我们的第一个理论就是 照理说应该肌肉耐力会下降 然后主要原因是会 急性肌肉酸痛 就是乳酸在肌肉运动过程当中 会造成堆积 造成肌肉PH值下降 然后肌肉酵素活性降低 然后造成肌肉活动疲劳 所以如果借由理论1的结果 照理说是肌肉运动后30秒 被伏地挺身的次数应该要降低 好 接着我们有理论2 就是暖身的重要性 暖身运动可以使身体的体温逐渐上升 提高血液运输至肌肉与关节的速度 有助于使血液中的含氧量增加 其实是可以强化肌肉强度的 就是借由理论2 照理说我们的结论应该是 肌肉运动30秒内伏地挺身次数会变多 可是我们的结果是 肌肉运动对肌肉强度并没有影响 然后我们就借我们的结果来讨论 可能的原因就是 因为孝女兰的sample 平常就很习惯这样的运动量 所以结果跟理论值就是相违背 并不符合理论1跟理论2 然后 再来就是理论1的急性肌肉酸 就是会造成疲劳没有错 可是我们有去查资料就是 如果你平常就很习惯 让肌肉维持在高强度 就像孝女兰 他们平常的训练状况 所以肌肉 肌肉 激烈运动 30秒 30分钟内 其实看不出肌肉 纳力有任何减弱的现象 没了 对不起对不起我这里讲错了 就是 就是在 就是在 Normal Distribution 应该是 Nu D 成Normal Distribution 而不是浮地挺身次序 对 好 D 好 好 好 请问有第一个计算吗 就是减完以后出来的数字 有没有还有 有耶 可是我没有放 对不起 那请问那个 不利挺身的动作 有没有说非常严格的规定动作的幅度跟姿势 跟就是有没有standard 我们没有就是要求全部人的动作都要一致 可是就是规定他们就是 不是膝盖是脚 如果这样的话也出入蛮大的 因为就你给的那个表上面已经说了 说明了不同的动作 因为不同人做福利挺身的动作都不一样的时候 对对对 运用的肌肉群 肌肉群是不一样的 就像你刚刚给的那个表中 有一些是练三头肌 有一些是练胸肌 有一些是练三脚肌 所以不同的动作 通常我们不会这么的差这么多 对然后所以说如果有人是做的比较正确的话 可能他运用的量力气要比较大 所以他能做的次数也比较少 可是我们就是为了就是消除这种东西 所以才做pair体 就是看大家体力有没有 但是肌肉本身能撑的那个能力也不一样 因为我们整体讨论其实是肌肉纳力 我们并没有讨论到是哪一块肌 就是哪一群 所以每个人 因为我们做pair体的用意 就是要消除这种隐藏的因子 我听懂你的意思 但是就是我们要关注的是 每一个人的D 就是他运动前后的次数 所以是哪一块肌肉强度下降并没有关系啊 所以他前后做的动作如果也不一样的话 因为一个人本身自己定义那个动作为怎样 也是可以前后不一样 但是同一个人的动作他基本 有可能会不一样啊 如果我叫大家现在挑几个人出来做的话 之前做的那个可能跟后面那个也不一样 你是说同一个人的动作 对没错因为那个定义不在啊 因为一个人 因为一个人如果背跟 背跟角是 那个角度不是一直线的 是可能有角度的话 那这已经可以很不一样 然后他的下降的那个 那个多少 那个 他那个下沉的那个高度也可以 可以是不一样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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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ню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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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 по 呃...因為你們的結論是就是機械運動對於機動能力也沒有影響 但是他會不會是因為機... 呃...往上面看...我要看目的...對不起 就是...他會不會是因為機械運動然後讓自己的經濟力下降之後 但是又因為有暖身所以他的經濟力變好 所以他相互... 可是暖身跟機械運動是...不會一起的吧 通常...我不太... 那你們為什麼要設暖身這個東西? 暖身就是...那個... 就是...其實校女兒平常訓練就很嚴苛 所以也許這對她們說...吃個暖身 就是... 所以...所以...重點就是...可能... 就是我們只是...拿這兩個東西來... 喔!養肖滿有差 這個我有查到...就是... 在激烈運動的時候他心臟... 心臟的那個...他的那個頻率還有強度可能就是跟不上肌肉 就是肌肉太快...就是... 但是你激烈運動完以後可能... 肌肉已經開始鬆弛下來或者開始疲勞 但是你的心臟... 然後剛剛上升到他的那個... 最頂尖的那個興奮狀態 然後就有可能還會... 就是... 維持那個強度... 就是... 互相彌補了一下... 雖然肌肉... 產生疲勞... 但是那個心臟的強度上升了... 應該說... 如果你們要做... 暖身的重要性的話... 可能要再做另外一個test... 就是做... 你有暖身跟沒有暖身... 嗯... 就是他說要把它封鎖... 對... 沒有在聽... 就是他說要把它封鎖... 對... 可能比较不適合放在目的 因为这个目的应该是要说明你们做的实验的一开始 然后暖身的话 应该是你们在另外的讨论吧 其实我们是 因为会有两个结果嘛 一个就是30秒内 伏地挺身次数上升 变得比较多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可能因为它疲劳的下降 然后我是就两个结果可能的原因 然后放在目的 就是第一个如果 就是后面的伏地挺身次数下降的话 那就可能是肌肉 因为肌烈运动使得肌肉耐力疲劳 肌肉疲劳然后变成耐力下降 然后或者是如果它 做完肌烈运动后 它的伏地挺身次数上升的话 那我觉得可能对像原来他们讲来讲 可能原因就是他们已经达到暖身了 所以他们的伏地挺身次数会上升 所以我才会放在目的这里讲 你就是说肌烈运动是暖身这样 对 对 那可以写肌烈运动之暖身的重要性这样 有需要先 我们以为你们一开始的暖身 是指有暖身跟没有暖身 不是不是可能有点误导你 对不起 还有一个我们要结束了 这个是一个 要结束了 哪场前三个 有点多少 三十二个人 可是一场就只有四个人 对啊 那你们是怎么测的 两场 两场也二十二十个而已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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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是 那个 我们是分开取的 就是我们自己 这边自己学校先取一次 然后他们那边就是再取一次这样 那比赛不一定是打技一样的啊 因为就是 附近全部都是打完全场吧 其实 对啊 其实不是比赛是 打货可能比较累吧 一直跑 我 我取的时候是 我们大家都一起 我取的时候是 我们大家已经结束 是大家已经结束练球的时候 不是 其实 没有 其实不是比赛 是大家都一起 是练习完之后 我取 我们有想到这个时候 我们就 没有这样子取 因为大家上场的时间都不一样 所以可能做很久 就已经休息很久了 对啊 好 谢谢 好 我们 我们 我们饶了他们这一局 然后这个 那个 所以这里面是怎么样子 最后的建议是什么 什么叫做激烈运动 连这个定义 我们有定义 对不对 什么叫激烈运动 还是说只是暖身而已 他自己都已经把自己有一点搞糊糊 这样子 所以 激烈运动要确定每一个人都激烈运动到的意思 你的treatment是什么 要 要很明确的 了解 好 好 那我们讲到 哦我们是有我跟那个格维 还有柏燕跟盛啊 还有 迪勋 哦 好 然后下一页 哦 我们做的就是这个 平常读书听音乐对记忆力会不会有影响 因为平常大家有时候念书都很喜欢听音乐 然后最近我们刚刚刚听到一首歌就是 这首 嘴手怕蛇 就是周久仁的新歌 然后呢我们想说 哦万一我们听这首歌 哇 记忆力万一 哦上升的话 这样对考生来讲是一个大福音 所以呢我们就取了这首歌 好下面 对 然后呢我们有一个乱数表嘛 然后呢 让臭 臭刺者在这个60秒之内 先记完以后 然后呢 他在 哦 哦 然后呢时间到以后呢 他就开始就写一组数字 然后呢他就写看写到第几个 然后呢如果 如果就是 就是我们写的是前面几 就是你可能写要 如果你只写到第五个 我要第六个错了 哦那就是你的就是五 这样子 对 然后呢 接下来呢另外一个就是 同个臭刺者 然后呢他会先听20秒的 水手怕水 然后 哦 他就之后呢 然后呢60秒开始再给他记 哦 然后呢记完之后呢 一样再写那个数字 看他写到第几个 看他会不会有影响 对 好然后呢 但 来 好然后呢接下来就是我们 算了 慢了 好 对哦 哦我为什么做配的D呢 就是主要是因为就是每个人的记忆力不同 就像可能我比较会记的东西 啊他不 他不会 啊然后 所以就是 所以可能就是 他需要用配的D 对不对 因为 没错 对啊因为记忆力不同 对 就是用配的D 好然后呢下一个 我们的 好比 好比我再一次 就是这个 全体 样本 对 全体的这个 族群 就是函智器 1020 然后Sample Size 20个 取暗毛的乱数表 然后神奇取暗 但是 我们做的 就是他的 结果 然后 那这里就是也有跟前面 那个 呃 色表那一样 就是 就是没有 没有随即 就是可能 有些 就是我们都先做没听乐 然后再做这个 没听乐 所以就是会有 老师说 没有那个 没有听那个唱片那种 错误 然后 就是我们是 就是我们是假 就是 把那个 没听乐 就是 没听乐 剪掉 有听乐 然后就是 我们就是假设 代理 然后通常 然后H0就是设置 没有差评 那 就是 那个 D的那个 数字 就是会呈现 那个 Normal Distribution 然后 就是 Random 在设计 然后 然后 阿华塞 0.05 然后 Degrees 是在 19 然后还有那个 T的 因为大于 这个大于0 所以就是 设在就是正的那边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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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计算结果 然后 算出来 T是 8.7 所以 就是 SD 然后算算是 T是 8.7 然后会 落在那个 我们就是落在那个 Degree of Freedom 19的 T Distribution 的Critical Region 所以拒绝H0 接手H0 那 就是在 听音乐的时候 可能寄东西 可能会有影响 然后会比较少 所以 就是 然后有了解 有5%的机率率 会放 才不安定 然后我们 结论部分就是 因为看前面的数据的话 我们可以发现说 每个人 几乎是每个人 都是会被 音乐所影响 而且 那个程度也 也 每个人被影响的程度 都会不同 我们就觉得 那可能就是因为是 他们对音乐类型的喜好 程度的是 平常听音乐类型的 所造成 他们 虽然是对 记忆力的 那Pair T 把他的那个 记忆力的 误差给他消除 可是他 音乐类型 对他们个人的影响 差异也是 会有显著 他们比较不显著的影响 所以就是 我们结论就是 大家读书的时候 就是 尽量 如果想要更认真的 把内容记老的话 就是 可以把音乐关掉 然后读书这样 那大家有问题吗 好 没问题 下次改双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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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好 還有吗 我随便讲 因为这是瞬间记忆记 然后就立刻写出来 但是你们研究的题目是读书 读书是 如果相信大家不想要 什么 什么零食抱佛脚的话 那设出来的那个是短期记忆 但是我们实际上读书的时候是长期 所以我在这个里面也有差别 这些记忆我们都会考虔一点 所以应该算怎么回事 我喊白啊 就是你们测就是从前面写 然后那个错之后 后面都不管了 对不对 为什么 为什么就是那个错我就不管了 因为有可能是片段记忆啊 好 下次赶记忆 我真的不知道是赶记忆 等一下啊 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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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们讨论一下 因为可能就是我们就是 如果都是从头 就是往这边这样记下来啊 就是通常都是从头往后啊 就是通常啊 所以基本上你那边错我就会再乱出 对啊 因为 你会你会先看第一个看作感 然后再看第二个再看作感 啊但是我们时间只有一分钟啊 就是你没有时间 可能你每三个字或四个字 然后你会觉得这一组字比较好记 就会降纸 你可能会一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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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可能第二组可能会忘掉 但是你三十五个字对 但是你就变成只对了第一组的数字 所以我们一开始跟受测者就说 我们等一下测的结果是看你记几个数字 就是我们不是用你讲的片段 我们是跟你讲说 你记到那边我们就断掉 就是你一错就没有 我一开始就有这样子 就是因为我们已经知道我们只要记那组数字 所以就是当我们说看我们只要记几个数字 我们当然是尽力记 我们不知道是要从前面记到后面 我们有可能把后面也背一背 但是我们有跟你讲说 就是从前面开始到第几组 就是我们会有先证明 没有 没有 没有说只就是前面算到第几个 就是说看你可以记多少数字而已 好好 那这个是我们下次会把 就是把那个调列的分析 这样之后就会做 我还有什么问题 我还有什么问题 我看你们解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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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们解释 那老师你们在记英文单字 那APPLE做那些P寫的L 他说你错就是错了 那就不是Apple 我听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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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想大家的问题还是在这里 你的Response variable 是不是可以代表这一个 你所要测试的目标 还是一样 定义上 你所设计出来的 你的反应的这一个参数 是不是真的能够表达 你要测试的东西 所以 那个会有一些不同的证明 好 大家好 我们是第五组 然后我们这一次做的主题呢 就是 视觉刺激是否会影响 逻辑推理的能力 然后 这是我们的主缘 好 所以我们预期对男性的视觉感受区 会影响逻辑推理的联合P之区 就是看这张图 那张图呢 就是 上面这个地方 哦 不好意思 下面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视觉区 然后上面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 连耳 逻辑推理的联合P之区 好 那我们的材料就是计时器 然后测试的图片 等一下会看到 还有B 那我们的population就是 海滋系男性的同学 然后用 Excel的乱数表去 20组数据 然后接下来就是讲我们测试的方式 然后一开始就是 就我们知道那个乱数表 然后 就找到我们那个 要测试的男性同学们 然后接下来 然后在测试之前呢 那我们会讲解就是说 那等一下就是我们会就是 有图片 然后那个是要让受试者先盯着图片15秒之后呢 那我们会告诉他15秒到了 然后就会把下面的那个 题目然后亮出来 然后让他们可以就是 计时 然后算这个数学题目 然后所花费的时间 然后把它记录下来 那我们就是再给就是 受试者 受试者 两张图片的 那个是随机给他们的图片 所以就是他们有可能 他们有可能 会先拿到 左边这个图 或直接拿右边这个图 那就是 那就是 在就是在交换这个 两个测试之间呢 会就是 会间隔30秒 然后 然后这个 再补充一下就是 就我们那个 就测试的那个 数学题目啊 是 算这一串 就是 那是我们是 十位数跟个位数是 是有另外排过的 所以 所以 所以算出来的数字会一样 然后 因为是 因为是额外排过 所以就是 这样子的话 就不会有影响到 是你 呃 对于就是 你 数字差异的那个 的 的误差 然后 然后 因为就是 应该怎么讲 就是 对我们做的这个测试是 因为我们 是要 是要了解说 就是我们 视觉会 视觉影响我们的 逻辑推能力嘛 那因为我们要排除就是 逻辑推能力的 差异性 所以我们用 就是 如果我们用PayLT做的话 那就是 这样子就是 每个人对 就是对算数学的能力可能会不一样 那 那如果我们就是 我们用PayLT做的话 就可以排除就是 个 然后就可以就是 进而就可以就知道就是 那 这样视觉会不会影响到 就是 逻辑推能力 然后 之后就把它就是我们 算出来那个 所记录的时间 记录下来 然后 接下来就是 然后这就是我们 就是 20个人的那个时间 然后 这是平均值 就是 呃 我们可以稍微看就是 平均值的话是 美女的图片化时间 稍微久了一点点 这样子 好 那我要讲计算的部分 然后我们就是先设那个 老人图是 μA 然后 美女的图是 μD 我们就假设 μD是 呃 A- 然后 本来是预设 μD是 等于0 然后 诶 是不是会出现 好 然后这就是一些基本值 然后等一下会用到 我们看计算 计算的部分就是 在这边 μD 我们就是原本是假设 它等于0 然后 HA是假设 不等于0 然后就是 呃 测试者对于图片的影响 还有计算能力是呈现 normal distribution 然后是以random sample 来抽签 决定测试者 然后接下来就是 呃 你的alpha是 0.05 所以说 就有这个图 然后我们算出来的T呢 那边 所以就是在那个region of acceptance 里面 所以我们就是呃 接受H0 然后拒绝HA 然后就是 呃 觉得这两张图对于 计算能力好像没有差别 然后有可能犯Type 2 error 嗯 嗯 然后我们从数据整理出来的平均值 发现其实美女图跟 美女图的时间会大于老人图 但是我们又从配耳机的那个test中 发现说 其实两者并不明显差异 所以就与我们原本就是假设的那个 结果是不一样的 好 那 诶 诶 然后补充讨论是 视觉试器会同时传入左右脑 那 由于左脑右脑善于 诶 左脑叫右脑善于逻辑推理能力 有造成个人差异 这就是我们要使用配耳机的原因 跟 再加上 我们 自己每个人的那个 运算数学能力不一样 所以我们 这个实验就是 必须要使用配耳机 对 好 然后 检讨就是 实验中人为因素 会造成 调查的偏差 可能是因为 大家对这两个图的 感觉不够强烈 就是 可能觉得 影音会不够漂亮 或者是 老人其实也很正之类的 所以 大家就对这两个图之间 其实没有太大的 就是测出来的结果 没有太大的差 好 那 在计算中 第二次熟悉度比第一次加 所以可能造成 第二次算数据的时候 比较快 所以 所以 所以我们在测的时候 就是有随机给测试者图片 这样就能降低 这个实验的不长 就是老师看有讲到的部分 好 好 就是补充的心理测验 就是在身份报告的 大家心情如何 好 当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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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D好的时候 就能看到美女的 美女的 美女的 心情快 是不是通过你 我都知道 好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耶 谢谢大家 那大家有问题 好 那好 那就这样 那大家有问题 那大家有问题 好 后面这个是 后面是 测试的 哦 我知道 我看到 你看到的是什么 是兔子还是鸭子 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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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鸭子是男人 然后看到兔子是女人 我看到鸭子 我看到鸭子 等一下 等一下 通理了 通理了 好 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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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有什么问题 来来来 时间的原因 所以我们要把问题 集中在统计方面的东西 而且它非关统计的东西 我们就暂时不要问 统计方面的东西 来 开始 可不可以转一下 Critical region 那一张 QVT 应该是 MuD是等于 MuA-MuB 然后不等于0 然后不等于0 MuD是 还是等于 MuA-MuB 但是是不等于0 所以 MuA-MuB 会不等于0 MuA-MuB MuA-MuB 翻译 是 最уйте 好,好,因為我想要偷懶,然後結果不小心,反而弄小誠作,不好意思 這是統計問題啊,好來,再來,還有統計問題 這個,我不知道是不是問題,但是會不會寫成t等於xd bar這個字 因為已經設定為d等於那個difference,然後所以不會是一個x值的d bar 還有,還有更明顯的 等一下,給學生,給學生機會啊 好,對不起,因為我們開門打 哪裡自己趕快承認? 呃,上面那個t是負值,然後會在這邊 對 對 哇,這是OK嗎? 對啊,我喝了水 耶 還有,還有 你們的HA有沒有考慮是有方向性格? 照你們一開始講的時候,是有方向性格 重新介紹一次 對 可是有些人覺得老太太是美女啊 欸,我已經沒有問題了 他這樣就是錯了對不對 你這樣知道,我好像有一個寫的 我先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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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sablife 一定是 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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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說 看導人的圖,會不會那個演影的圖的時間要長嗎? 沒有啊,你們原來會介紹目的 就是多這一段就... 所以如果沒有多這一段就... 如果沒有多這一段就... 如果沒有多這一段就有兩種嗎? 所以如果我們其他有這一段目的,就會有兩種嗎? 所以如果我們其他有這一段目的,就會有兩種? 因為我們後來就是... 因為他討論說我們到底是要... 就是要有方向下就沒有方向下 然後我們就想說,因為我們只要看有沒有變異 就是看美女圖跟看老人圖有沒有差異 但是就跟一個... 和這邊的目的可能就是... 有不一樣,對 所以我們那時候... 後面討論跟前面就是有... 有違背道,因為我們想說最後只要看有沒有差異 對... 好... 那你剛才有沒有人要訓練教訓 對... 剛剛細酸的... 幹嘛... 你在訓練... 訓練的鑽隔度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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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用訓練... 你爸,為什麼... 屁股會比較緊實... 哈哈...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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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剛才看到複雜的複雜... 就是... 只有DBA而已,對... 只有DBA而已,對... 就只有DBA而已... 真的假的? 好... 好... 你咱們... 好... 好... 混亂唷! 就是... 一下子這個... 怎麼叫XD? 怎麼叫做... 太正了... 好... 我好像沒有這樣教吧,自己創造了很多新的東西出來啊 好,沒有其他問題的話,我們請下一個 哈囉,大家好,我們是第九組,那我們的題目是 海資系大學部男女學生每月生活費的比較 然後下面,這就是我們的指援 好,前沿呢,就是要說,我們通常都會印象說 欸,好像男生吃的比較多,又需要養機車 然後父母又需要男生去交給女朋友給多一點錢 但是事實上,女生雖然吃的少 但是他可能會對食物有要求,有品質 那他的話,錢真的比較少嗎? 當然也很多女生都是有機車的 所以我們想要做的就是這一點喔 我們想要知道說,欸,男生跟女生 他們在一個月所需的生活費的消費習慣和需求 是否真的比較不一樣? 那我們也是先預定,欸,可能男生是比較多 那後面可以看到我們的算法 好,那我們的方法呢,就是把海資系大學部所有學生 先分地區或分男女 然後呢,再從裡面去抽兩人做調查 這樣子,那我們畫個圖 就是我們利用T-Test,我們想要去掉的因子是地區 因為你可能不同地區,你需要的花費習慣很不一樣 譬如說你是高雄人,你可能會吃家裡,住家裡的 你可能會要花費比較少 如果你住台北,你可能做的交通費比較高 這些我們都是算在裡面的 所以呢,我們都會先把海資系,然後分為一分五個地區 我們選的是台灣五大都,新北市,台北市,台中市還有台南市及高雄市 那我以台北市做幾禮招 假如這裡有一群台北市的人 然後呢,我們就把它分為男生和女生 然後呢,我們再把這邊男生給它取編號 女生也弄編號,抽籤再抽出兩個人 那只要是一號、二號、三號和四號 那要怎麼配對呢?我們又是又做抽籤的方式來做配對 男生一定要對女生配,所以可能就是這樣子把它抽出來 這是我們取樣的方式 好 以下我們的數據 然後以剛剛那個配對的Random配對的方法 然後每一個地區,男生、女生 配完以後,然後就抽低 然後低就是 男生減女生生活費的差 然後得出來的平均905為低吧 然後這只是一個方便計算的方式 這是記錄而已 然後先求助S 然後我們設H0為μD 然後H0為應該是μD μD大於0 但是這裡忘了加 然後Assumption就是 我們設定 大學部的學生每個月的生活費的曲線為 Normal Distribution 而那個Sample也是Random去取出來的 然後Alpha為0.05 Critical Region為 因為我們設那個μH0為μD大於0 所以Critical Region會在右邊 好,我們以Degree of Freedom為9的 去查出T distribution 的那個Critical Level 的那個Limit的時候為1.8133 好,這是我們求出來的T 為0.644 然後在回去圖裡面的時候 我們就看到這個T值會是 落在於Acceptance Region 所以我們接受H0 然後Reject HA 我們也可以以這個來得出決定為 男生其實 男生其實沒有比女生發胃來得多 然後也有機會會得到Tactual error 然後我們的討論 然後因為在問同學的時候 我們是指明到要所謂的生活費為 職業住行 然後這裡是 可能裡面有包括水電費之類的 可能已經包括在租金裡面的 可能就是很難把它區分 可能有一些有家或是有一些沒有家 然後有一些也可能 有一些同學可能也會把奢侈品 加入為生活費裡面 但是在這裡面 我們就只是簡單的問同學說 因為每個月其實我們都發的錢都不一樣 而每個就是每個人裡面 就是那個生活費裡面的Content 也是可以不一樣 所以我們把它整個濃縮起來 為一個Average的值 去很直接的問同學 就去得到這個值 然後有同學在被調查的時候 就反映說會不會住宿那個差異太大 會影響結果 然後我們因為想要做配合機的原因 就是為了要去除掉那個隱藏因子 所以我們這裡也是有報告到 去除因為地區的關係 所造成以經濟能力而做出的決定 而裡面租書也是其中一個因素 所以我們列入 列為生活費裡面的其中一部分 好 其實看回去我們的數據裡面 也是可以看到說 有那個其實那個Random的那個放的位置 其實也是可以很明顯的影響D的D的結果 Sorry 所以我們可以重新的評估PairD 減少阻內差異的分區取樣的方式 舉例如果高層區裡面可以盡量拿到說 住同一個地區的話 可能應該會比較 就是背景會比較相似的話 應該是這樣取樣會是更好 但是因為我們很難去做到一個地區裡面 再濃縮為一個小地區裡面 得到就是一群這樣子的sample是非常難的 所以我們只能以大的地區為一個範圍 大概就是這樣 然後加分時間 想要請問一下 你為什麼要想要用地域做一個分別 就是為什麼要分台北高雄台南之類的 因為這是因為我們 我們剛剛也有說到說 我們不同的地區的人的花費習慣不一樣 舉例如果有人是定期會回家的 如果你是住台北 但是這樣子跟男生女生沒有關係 為什麼要分男生女生 沒有 男生女生是我們的目的 沒有重點是這樣做PairD 就是沒有道理 因為你兩個之間的 你把他用地域連在一起 就是你把他的便用地域取消掉 就是其實沒什麼代理 他可能一個是住台南市 一個住台南縣 都是台南市 沒有我一直說 台南市跟台縣也有差 你是說台南市的女生跟台南市的男生 出不定台南市的消費習慣 跟高雄市的消費習慣比較接近 我們不知道 所以你如果用這個把它做 做作為消除地域的那個 隱藏因子的話 其實我覺得不是很強 就是覺得還不夠 就是用地域來做那個 連結的部分 我覺得不夠好 那你覺得我們應該拿什麼來去 兄弟姊妹之類的啊 你可以假如說他今天有哥哥跟妹妹的話 兩個就可以 因為你一個家庭的消費習慣是一樣的 嗯 我覺得就是你看那個 那個收入 就是 就是 對啊 你也有可能 我覺得這還比起那個 你也有可能 就是住台南是比較有錢的 沒有 所以我們就是以生活費來 就是反映得到被 就是家庭背景 各樣東西 可能就在你的消費習慣裡面 反映出來 比如說你有比較多的錢 所以你會選擇出去租比較大的房子 租金當然就比較貴 一樣 就是 那 那你如果假如說 今天這個男生他怕比較多錢 可是剛好跟他配這樣 就是 反正 我也不會解釋 老師 老師 講得不錯啊 老師 老師 講得不錯啊 你們在消除掉那個地區這個 這個因子之後 還是你們的那個前後 你們的那個兩個相減的東西的同質性 還是不夠高 對不對 對 就是還是有其他太多的隱藏因子 對 就是還是有其他太多的隱藏因子 欸 發現即使 在裡面啊 我們就是 其實 就想到這個題目的時候 也是太多因子去考量了 所以 也問到 其實問到生活費的時候 其實中間的那個 那個成分也是非常複雜 然後就是 摻雜的東西非常多 所以也是拿個大概 所以 所以我為什麼在問的時候 也是 希望同學是給一個 自己 就是心目中的 那個數位 就可以了 這樣子 那 還有沒有同學要給意見 我們看一下你的數據 好 你想想看 其實你的你的數據 所以 假若是做兩個因子的試驗 可能是比較合適的 而不是那個 而不是是在做這個配T的 兩個因子 一個因子是男生跟女生的影響 另外一個因子呢 是地區的影響 你想想看 你這邊是隨意的抽了兩個 這邊也是隨意的抽了兩個 你硬把這兩個人配在一起 什麼意思 我就問你喔 他可不可以跟他配在一起 所以我們也有提到說 所以就是不是配T啊 你要是配T的話 每一個Pair 它是 你不能亂點鴛鴦符啊 我們要告訴你 但是老師 可以說是 是 他跟他的的話 他假如你這邊的話 是 這個配這個的話 你出來的結果 就不一樣了 但是老師 你在介紹那個 豬 以豬的那個Treatment 做解釋的時候 你也沒有說到說 一隻豬可能生五個孩子 但是你從裡面 只抽兩個來做比較的話 那會不會有其 就是其他的差異可能更大 那時候 不就情況一樣 沒有 他是同一隻媽媽生的小孩 就像剛剛的 剛剛的那個 他們也是同一個地區出來的 所以 同一個地區 Random的兩個 是不一樣的 聽得懂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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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看校園的同學 大部分都懂了 有沒有人要來幫他們 也許我講的方式 他們沒有辦法完全了解 用你們導標的 就是像 就算同一個都市 也有像黃金地帶 或者是比較賤價的地帶 所以說同一個都市裡面 可能住的人 就是經濟收入就都不一樣 所以就是因為那麼多因素裡面 我們只挑了一個來剪除 就是 這等於說 所以呢 我特別講了 你在不同的Pair之間 差異比較大 同一個Pair之內 差異很小 那你想想看 你這兩個Pair呢 那 這兩個一定要在一起嗎 對 沒錯 所以現在就會感情 是不是 對 所以這樣子讓你去質疑 然後你就知道說 糟了 我的故事叫Pair之內 了解嗎 OK 因為怎麼樣 你把這個放到這裡 對不對 這兩支 這個根本是Random 抽的兩個 這個也是Random 抽的兩個 所以這其實比較像的是什麼 兩因子的設計 一個因子是男士 親居 一個因子是地區 然後它的頭部呢 每一個有兩個 就這樣 以後我們會談到 這樣的體驗設計 但是 它就是 不像是 可以有一個設計 OK Thank you 還有沒有問題 那個 要緊張齁 那個 設計設計錯了 也是 也是一個訓練 讓大家認清你說 這一個樣子是不對的 那個在觀念上 來幫助大家的 所以不管你是做對了 做錯了 我想對大家都有幫助的 OK 所以不用覺得這個太沮喪 下次把觀念改過來 這是可以盡量感的 就在你的 教出法的powerment 一定要盡量感的 這樣 了解嗎 但是 不管你做得對還是錯 我相信對大家的學習 還是有幫助的 大家好我們是第八組 然後 我們的組員有 原辛哥 又名我 子千兄 柏俊 哥哥 還有謝秀安 然後 我們要做的題目就是 前沿就是 因為最近大家都在期中考 然後 就是跟前面的 有一組有點類似 就是念書收聽音樂會不會有影響 這是只是一開始想法 然後但是我們重點想要知道就是 聽音樂跟專注力有沒有關係 對 然後 到底是會這樣子呢 還是 因為專注力不夠所以就睡著 之類的 然後 就是 就是後來我們有去找一些資料 然後就是 欸 這樣 有去找一些資料 然後就是 就是可能有的 沒有背景音樂或 或是什麼 就是專注力會比較好 然後或是 就是有 有那個 查過什麼 然後 比較安靜音樂 會不會那個 那個專注力會比較好 所以就是 就反正就是最後我們的結論就是 我們不要知道 音樂跟專注力結合的測試 然後我們就想說 什麼東西跟專注力有關係 然後我們就想到 欸 就是穿真影線囉 然後我們要藉由 穿真影線的小遊戲來探討 不同的音樂對於你專注力的影響 然後呢 標註一下穿真影線就是一個 可以測驗出 手眼協調 專注力跟耐心的小遊戲 沒錯 然後呢 實驗目的就是 在穿真影線時 聽安靜緩慢的音樂 還有吵鬧的音樂 我們也聽一下 穿線的速度 就是看他不同的音樂對 專注力有沒有影響 好然後 我們實驗呢 就是 我們就是用網路的 亂數表 然後找了20個人 然後 然後我們 要求他們戴耳機 然後放 兩種不一樣的音樂 然後一邊聽音樂 一邊穿四根針 就是 因為怕只有一根針太快了 所以就是 想說穿四根針 就是看會不會比較 那個 時間比較好 然後呢 為了避免熟能生巧 就是穿到 後面就會發現 後面會越來越快 所以我們就是 每個樣本 會先聽慢歌 跟先聽快歌 的時候我們都是 隨機 就隨機看他 是先快來選慢 對 然後呢 我們有音樂類型的比較 就是我們 快歌的 那個 選擇是這首 那個 春天的吶喊 然後 因為我們有上網查了一下 就是 因為音樂會產生一些 影響你腦波殺毀的東西 所以 所以就是 據說 快歌會產生Beta腦波 然後會對你的壓力 有一點影響 然後我們聽看看 就是 會比較吵 好 然後再來就是慢歌 就是 對 這是吉他 本來就是比較Log 就是輕鬆與快歌 對 然後他會 產生的是阿法腦波 然後他會 就是比較 欸 比較容易就是讓人家專注 這樣子 好 好 然後這個就是我們的那個 原始數據 然後就分快歌跟慢歌 然後就是那個 D 就是這樣那個 三節 然後 好 這是我們的那個 Test 就是我們假設 H0是 μD會等於0 然後HA是 不等於0 然後我們的那個 採樣 那個時間 就測試時間是那個 Homo Distribution 然後 採的那個樣本數是 那個 那個樣本數是那個 Random Sample 嗯 然後我們就算那個 T 那個Degree of Freedom 的 19的時候 T的那個 Critical Region 然後算出來我們的 我們自己的T是1.546 然後它會落在那個 Acceptance的地方 所以我們就接受了 H0 然後拒絕HA 所以 嗯 就會有機會犯下 喂 那個 哈哈哈哈 這邊 就是 我們 接受了H0 就是代表說 其實 沒什麼 沒有什麼差異 然後 那個 為什麼要做 配了TTS 就是為什麼 我們要做這個實驗 做配了TTS 就是 每個人他 受音樂的干擾程度不同 然後 干擾程度不同 他的專注力也不同 然後我們 Response就是 測出來的描述 就是 你越久 代表可能 他干擾的程度越高 然後 也代表專注力 那他 他的隱藏音質就是 可能會 穿 穿久了會 很熟 然後很快就過了 所以我們就用那個 Random Gay 就是 對 樣本是Random Gay的這樣子 然後 結論就是 像上面寫的 沒有直接關係 所以 所以就那個 我們 下頁 然後 我們這個 就是 就是 還上網查一些資料 就是影響專注的因素 就是 對 結果 這個跟那個 我們人的 認知理論有關 就是你的認知理論 負荷是 在一個高的狀態下的時候 你會 沒有多餘的 你的腦力去處理 就是生下的事情 就是 比如說你在處理一個 高深的數學題目的時候 你就 聽一些音樂 不管是任何種音樂 都是對你的 腦波 就是會造成一種干擾 所以就是 建議大家 還是把音樂關掉 對 然後 以上這些都提供給 在期中考的各位的 祝大家 期中考順利 讀書便有效率 然後大家有什麼問題嗎 怎麼樣 沒力氣的 沒有戰鬥力 還是怎麼樣 我 都沒有人要問你們問題 像有一個 比較這個 下次的的話 假如不要選 這麼類似的題目 就會比較有意思 誰先播的 你們先播的 那你們為什麼不在前面呢 蛤 他們播上去 沒有選 那個 順序 蛤 就我們提供放上去之後 我們不在要播自願報告的順序 哦 所以就在最後面報告 哦 這個 下次要改進 好不好 因為呢 其實你去 PO上網的的時候呢 我們有提過嘛 那個 先PO上網的人的題目 它就固定了 那 後面再PO上網的的時候呢 你要看前面有沒有跟人家的很相似的 就盡量不要去做這種很類似的題目 這樣子 那所以呢 先PO上網的人 他就可以先講 先講的話 所以我們就知道 啊 後面PO上網的人的話 是 呃 有一點Copy人家的 這樣就比較沒意思嘛 對不對 啊 所以這個東西 要大家下次再更 做得更細膩一點 好不好 那 這個大概也是很類似的 這個想法啦 就是說 穿真引線這個動作 是不是足以代表所謂的專注力 這樣子 就是你的Response Variable 到底能不能這個 表現出你要Test的那個目的 這樣子 OK 好 有沒有人還要給他們什麼樣子的建議 沒有 沒有 那我們就謝謝你們 那我們這組 第六組 然後報告的主題是 捷運之運量是否有逐年上升 下一張 然後主緣就是隨中達 然後陳運級 還有骨家級的黃俊平 然後報告則是我隨中達 那下一張 那目的就是想要了解 就是對於我國現有的捷運使用率的好奇 然後了解台北與高雄的捷運運量是否有逐年 提升 然後還有比較台北與高雄捷運運量的差異 下一張 那資料的部分就是從台北與高雄市政府交通局去取得 那我們取得資料是一百年就今年的九月和九十九年九月的捷運運量資料 然後就是首先我們先講就是台北的部分 就是台北就是就是像剛剛講就是不同年然後同月份的資料後 然後就是總計總共有八九站 但是因為九十九年九月十就是盧州縣就是還沒通 所以就是有九個站在九十九年的時候是沒資料的 所以就是扣除這九個站 所以population變八十個車站 然後就是就是各站之入站加初站相加就是像這個 因為他給的資料是入站加初站的資料 然後再前一千是因為他的單位是千人次 然後除以三十就會變成日平均 因為他給的是一整個月的量 然後再依序排名然後就是跟著編號 然後並以亂數表抽出三十組車站 然後做pair t-test 那至於就是為什麼要做pair t-test 是因為如果就是如果只拿一百年九月跟九十九年九月 各任意抽三十組的話 那可能一百年九月可能一開始就抽到運量比較高的站 然後九九年九月本來就是抽到比較低運量的站 那這樣就是會造成就是很大的便宜 所以就是用pair t-test以一個車站為一個pair這樣子 下一張 那這就是那個數據的方面 這是ipair的部分 然後就是可以看到這是就是after就是一百年 就是今年 然後這是去年 然後這是d 然後這個是 這個是就是最後的那個d bar 然後下一張 然後這是pair t-test h0就是以after的減掉那個before的那個mu 然後就是mu d會等於零 然後ha就是讓你一百年緊到九九年九月的部分 然後mu d射大雲 因為是想要看它是否有提升 然後assumption 第一個是各站 各站旅客進出量是normal distribution 然後取出的站是random sample 然後alpha值為0.05 然後這是critical region 就是degree of freedom在29的時候t等於1.699以上就是 critical region 下一張 然後t值算出來後是110 然後結論就是t大 t110大於1.699 所以多在degree of freedom等於29的t distribution的critical region裡 所以拒絕h0然後接受hm 然後我們認為就是台北捷運100年9月的各站旅客的進出量 會大於99年9月各站旅客的進出量 然後了解就是有可能犯了5%的type1 error 然後下一個 然後這是高雄捷運的部分 就一樣從高雄市政署捷運交通局取得資料後 然後總共只有36站 然後因為就是它在這兩年之間 並沒有新增其他捷運線 所以就是直接以總共的36站做population 然後一樣就是以各站人數的進站與初站相加 然後它的那個單位是人 所以就是不需要再乘1000 就直接相加除以30日 然後成為日平均的進出量 然後再依序編號然後並以乱數表 就excel乱數表取出30組車站 然後做pair t-test 然後這是數據的方面 然後這是數據的方面 就是可以看到就是在高雄部分全都是增加 然後剛台北有些是減的 然後這是那個底把高雄的底把 然後高雄就是pair t-test的部分 就是H0就是以100年99 100年9月減到99年9月的運量 然後等於0 然後就是μd等於0 那HA就是μd大於0 就是希望它是有上升的 期望它是有上升 然後各站旅客進出是normal distribution 取出的站是random sample 然後α值為0.05 然後critical region就是 因為剛剛還要degrift等都等於29 所以t等於1.699的時候 以上的都是critical region的部分 然後這裡算出來t值等於5.8 欸 抱歉這有打錯 就是5.8會大於1.699 然後落在degrift等29的 t distribution的critical region裡 所以拒絕H0接受HA 那高雄捷運就是100年9月的 各站旅客進出量 大於99年9月的各站旅客進出量 然後有可能有5% 繼續放type1 error 然後總結就是以台北車站來看 就是台北車站 就今年9月的運量會比去年高 但是就是原因就有可能是因為 就是去年的11月增加盧州線 這一條就是捷運線 那有可能是導致就是 運量大幅提升的原因 然後就是可以看到 就是剛才的數據 就是可以看到數據就是 這裡就是 在這裡就是取得 竟然剛好有昆桿站 然後就是還有南桿站 這裡的負值很大 就是有可能是因為就是 就是後來有通另一條 就是從板南線通到南桿展覽館 所以就是導致這兩個站 本來的細紙人本來通常都在這兩站去做公車 然後改成到下一站去搭公車 所以導致這也低是那個負值 然後接下來可以看 高雄捷運的部分 就是可得知 高雄捷運就今年9月運量也比去年的增加 那就是可能原因就是有可能是 高雄能逐漸對捷運的依賴性增加 或者還有另一個原因就是可能是 高雄市政府在近期就是 有一直增替新的那個接駁公車 所以就讓那個捷運的轉運量是上升 然後比較就是台北與高雄捷運 就是由數據可以明顯看到就是 台北捷運量就是有明顯 就是上升程度有明顯大於高雄捷運量 那有可能原因就是因為就是在台北 這期間就是有新增新的捷運量而高雄沒有 然後本身就是台北人對於捷運的依賴性 也比高雄多出很多 然後就是台北就是推廣的大眾交通工具 時間也較長且較成功 然後就是嗯對就是本身就是比 也比它多條件像高雄也只有兩條 然後台北有很多條大概五六條 然後台北公車也較發達就是 轉程就還有折扣 所以會對於捷運提升量的效益比較大 那就是我們討論就是有可能就無法去就是 就是有可能無法完全去除新增捷運增加所帶來的效應 就是像剛才雖然就是 取得站有扣除盧中縣的久的站 但是因為盧中縣本身當地就是 抱歉就是盧中縣 呃抱歉 盧中縣本身就是如果本來沒有捷運 它可能就不會進台北市 那如果就是有了捷運後 它可能會增加其他 其他條捷運線的使用量 就是可能無法去除這個 然後另一個就是 就是我剛剛所說 就是本來現年增到南港展覽館站後 就是改變就是 戲子人本身就是搭情的習慣 可能就從 本來是搭到南港站 它會改搭到南港展覽館站 然後就是 另一個就是有可能就是去年9月或今年9月 大型的活動 舉辦導致運量上升 然後這我們沒有去 就是沒有去排除掉 就大家這樣報告到此結束 謝謝 有問題嗎 那個假設那邊可以出來 就是計算過程 這裡 就是你一開始應該是假設100年 應該會比就是9年多對不對 對啊 那H0然後應該等於是大於等於0 所以你的HA應該是要假設小於0才對吧 大於 H0怎麼會有大於 H0你μD是大於等於0的意思 因為你的前提是建立在就是100年 應該會比99年多 是嗎 是嗎 是 H0不是就應該設 一定要設等於嗎 老說的 呃不是不是 就是 你的那個等於的意思是大於等於的意思嗎 不是啊 我沒有 我們μD是100年-99年啊 所以 100-99 100大於99 所以你一開始沒有 要推測 所以μD會大於0 我以為你們是要推測 就是覺得說 100年的數據可能會比99年多 對啊 是啊 CMD是100年多的 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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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2 H1 H8 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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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同學要給你建議 我們有最後的五分鐘 可以放握 你很開心齁 沒有同學 可是我比較想看近期的 所以就是希望就是去最新的 因為還沒有十月所以只好做九月的 他結了五月後會有沒有覺得很大的 他一直以為這樣 所以我們有高雄體驗 所以我們有高雄體驗 對 你兩個是關他 你覺得你還給你結束嗎 你覺得你還給你結束嗎 你不知道我已經覺得 嗯,好,謝謝 先把這個結一下 九半年,有沒有新生結一下 沒有 我們看一下你的數據好不好 那個高雄的 這個是台北的對不對 對 看一下,台北的可以啊 台北可以啊 通常齁 雖然我們在做PairT的時候 直接就把它剪掉了 得到了那個Difference 對不對 然後就在直接做Difference的平均值是怎麼樣 等等 在統計學上面就一直去做那個東西 但是呢 對於你的實際數據的時候 我覺得有意思的也是什麼 每一個的 這兩個這個Pair的 平均值到底是多少 你應該有興趣吧 對不對 所以不要把它藏在這麼小的地方 通通都看不到了 了解嗎 要把它看一看你的數據上 所以呢 這兩個的平均值差了多少 那你到最後要下結論的時候 你好像有提到說 所以怎麼樣子 好像台北的成長的速率 比較高雄的還來得快 真的嗎 怎麼得出這樣的結論的 因為Difference就是比它高 是啊 但是呢 這個的比例是多少 比如說D的這個增加的比例是多少 它的數值很大 所以增加的比例怎麼樣 可不可以看得出來 那下面一個 這個73868除以9 還不到10%嘛對不對 除以97多 所以差不多 呃 7%點多 差不多就這樣 高雄呢 高雄呢 高雄成長多少 高雄呢 高雄成長多少 34915 欸 果然是少一些啦 高雄成長的比較少一些 對 所以 不是不是 我其實要提醒大家的是說 你不要只有一直看那個 做這個統計的這個計算而已 要去看看你的數字 然後呢 了解你的數字 帶給你的意涵在哪裡 讓你了解這件事情的內容 我覺得那個是重要的 不要學了統計以後 就掉到那個陷阱裡面 只會當計算的機器而已 知道嗎 要想辦法是 統計是 幫助你 來了解你的數據的內容 那 對於數據內容 本身很基本的 要告訴你的訊息 不要忘記去看它 你知道嗎 所以 到底原來的的話 去年9月的的話 進出的人數是多少 那今年 進出的人數是多少 像很基本的東西 你也會覺得有興趣嗎 應該會想要知道吧 所以呢 這個difference 是不是顯著 這樣 這樣了解嗎 所以最基本的東西 不要丟掉 不要忘掉 好啊 其他還有沒有同學 要問問題的 沒有的話 我們就謝謝你